今天三月呢我和老公带着两个狗子从东莞搬到了深圳 为了最大程度的方便我老公上班 而且不超过我们的预算 最终呢我选择了这个下楼走50米就是地铁站的公寓 交通非常方便房子也很新 但是呢最大bug就是它很小 它的建筑面积只有45平 而且它是一个开家 那么小的房子住了两个人还外加两只狗 那该有的家具一个不少 在做到了美观的同时还兼具了拍摄工作室的功能 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请记小家看吧 租房改造第一招重构空间 先来看一下这个公寓的样板房照片 很精致很美好 但是有了这个格子格段之后呢 整个空间都被切割的更小了 那要重构空间的话 首先就要学会舍弃这些不必要的家装 所以我在入住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让物业把这个格段搬走了 然后就可以考虑是否可以用自己需要的物品 做这个空间重构 那因为我们家有两只狗狗嘛 所以我就选用了狗围栏 然后还有窗帘做这个格段 这样的格段呢不遮光 还可以把掉毛的狗狗拦在休息区的外面 而且呢它是可以变化的 为了更方便呢 我让卖家给定制了家常版本的狗围栏 开门的地方留得刚刚好 那窗帘的这个设计是我非常满意的地方 它在开间也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卧室 而且考虑到我的工作性质呢 窗帘也成为了我很好的工作排档 如果没有这个帘子 那我想拥有一个光鲜好的场景 不管坐在哪 我身后的背景都会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但是拉上帘子之后呢 一切都改变了 再来呢就是你可以考虑到自己的硬心需求 添置一些有利于空间构建的家具 那我的考虑呢就是工作桌和餐桌 对于工作桌呢 它一定要满足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工作 这个是我走到哪都不会变的想法 所以呢我就选用了一个很长的桌板 这个长桌板超级实用 它需要用五个桌腿支撑 那我这个超大的电脑放在这呢 也很舒适 白天呢我在这鞋高剪辑化妆 桌面的空间是完全足够的 那晚上我老公回到家 我们两个人一起在这个工作 也都是很OK的 建议小户型同学选择这种 简易结构的值得电影 平常打扫卫生的时候呢 挪动起来会非常轻松 到底是买茶几还是餐桌 这个问题我真的纠结了很久 一开始我在淘宝上看了 各种各样可以变形的茶几 说实话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但是考虑到如果我们在这个茶几上吃饭 狗子就可以坐在旁边 毫无压力的围观 所以最后呢 我还是选择了用餐桌 这个餐桌是我对比之后最满意的单品 它两边桌面都可以很轻松打开 收起来之后呢 只有薄薄的一块 而且还带6个超能装的抽屉 它除了太重 几乎没有办法移动之外呢 我觉得真的完美 我把桌子靠着沙发的边缘放呢 还形成了工作区和休闲区的分割 纵想来看呢 这样各个功能区就有了很清晰的划分了 租房改造第二招 增加储物空间 首先呢 要从家具收纳入手 电视柜和衣柜是工艺自带的 那我在沙发和书桌的中间 添置了一个中等高度的柜子 可以放下我常常的包包 拍摄的设备 还有各种杂物 在床的对面呢 我买了一个很能装的抽屉柜 上面两层都放衣服 最下面一层可以放杂物 第二点呢 就是要利用房间的结构做收纳 像飘窗这种边角空间 一定要利用起来 那这个小的储物架 就可以放一些睡前读物 最上层呢 还能落很多包装盒 第三点呢 就是要学会纵向的增加储物空间 在看得见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选用储物盒 储物盒呢 要往高了裸 所以最好呢 是买这种抽屉款 而不是仙盖的款 那书桌靠墙的地方 是放储物架的最佳位置 但是因为租房不能打孔 所以还是尽量买矮一些的架子 安全性更高 在架子里面呢 还可以再放储物格 鞋子没有地方放 我觉得这个是租房族最头疼的问题 那我的方法 简单粗保 就是直接落鞋盒 同一鞋盒的样子和颜色 其实看着也不会那么乱 那这么窄的动向空间呢 我放了15双鞋 还有一个小经验 就是如果你家跟我家一样 玄关非常的窄的话 你就可以在墙面上 贴一个这样的粘钩 就可以把拖鞋放在上面 那样进出的话 都会非常的方便 那看不见的衣柜里 应该怎么办呢 衣柜格把是我 这次租房之后的新发现也太好用了吧 原本只有三个隔层的柜子呢 被我隔出了八层 能放的衣服大大增加 你也可以在里面放几个储物盒 就可以收纳你的内衣袜子之类的东西 在挂衣区这边呢 我用了几个变形衣架 每个架子都能架五件衣服 超省空间 第四点呢 就是个人私密空间的收纳 非常推荐大家在卫生间 买一个这种不带门的多层架子 私密空间 你也不用在乎美观的问题 能放东西就行 像这种很大的脸盆也都能放得下 水槽下面也是一定不要错过的地方 一个小架子可以分出三层 放下一箱卷纸 再加一箱抽纸之后呢 还能再装进一堆的洗漱杂物 在洗漱台这呢 有两个小心机跟大家分享 在墙面上粘两个纸巾盒 一个放抽纸 一个放洗脸巾 就可以解放台面的空间 那在水槽的柜子上 可以粘一个收纳盒 吹风机和梳子卡子皮 这些也都有加了 镜子也是可以储物的 那这个镜子背面呢 带了植物架 平常回家换下衣服就可以挂在这 背面呢 还可以挂屁带帽子 或者包包之类的东西 租房改造第三招 统一色彩 那因为空间本来就很小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个 可以配合原有硬装风格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色 然后用大量的白色和灰色来搭配 这样看起来也会非常的统一和亮堂 我的公寓铺的是淡黄色花纹的地板 那其他原有的家具 都是木色元素 所以我最先确定的就是地毯的颜色 淡黄色元素 可以和地板有一个衔接 但是这个地毯呢 就不推荐大家买了 它非常的不耐脏 我的经验是最好选择这种 带有灰度底色的地毯 就像我东莞家里这一块 就非常非常的耐造 除了这个柜子 我选择了没有那么素的黄色之外呢 其他的单品都是首选白色 包括床品也是白色最佳 看起来真的场量很多 那如果你担心白色床品不耐脏的话呢 就可以和我一样 用灰色的这个床单和整套 搭配白色的被带 这样一来就是你身体接触面的话 它不是白色嘛 其实就不会那么不耐脏了 租房改造第四步 制造景观 这个白窗照片 大家应该都看过了 住了几个月之后呢 飘窗仍然是我最喜欢的空间 白窗可以让原本很呆的窗户 变温柔很多 来看一下对比 很强烈有没有 那为了和床头的颜色呼应呢 我做了褐色的飘窗垫 配了有黄色元素的抱枕 让这个小空间变成了家里最美的地方 厨房门外面的这个帘子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单品 一开始其实我没打算弄帘子 但是厨房门它是透明的 而且对面呢 如果晚上家里开灯的话 对面是肯定能看到我的这个房间的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弄了这个帘子 没想到挂上去之后呢 居然有了一种日系的清新感 从三月到九月 这个房子我已经住了半年了 那在改造之初呢 我就知道这个房子 并不会是我久居的一个地方 但是还是想用自己的一些小心思 让它变成我们一家四口 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家 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 一千年底的时候 我发了我在东莞家里的 那个精装房改造视频 很多同学都说 羡慕你有一个大的房子 那应该得有很多钱 才能装得很好看 这次我改造公寓呢 只是一个45平米的小房子 而且用到的 也都是非常经济实惠的单品 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些参考 还是那句话 只要用心经营小房子 也能有大幸福 那如果你喜欢我这次视频的话 请帮我转发评论弹幕点赞收藏 谢谢 下次再见吧 拜拜